接著請鄭正前委員諮詢 巡答時間為15分鐘 院長所有列席官員主席大家好 主席官請下院長 請蘇院長 臺灣這次防疫其實是很成功的啦 那我在想說接下來我們會碰到整個經濟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在這邊的時候也想先提到一個點就是說 經濟要好其實政治一定要穩定 然後一定要能夠親民發展的好 那最近其實政壇有個大地震就是 徐國務部長就是韓宋 陳嘉欣署長這件事情 那徐部長他昨天也特別提到他尊重長官啦 他尊重制度 我想長官一定就是您了對不對 那他對於他這樣子的一個回應 您自己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都知道現在疫情嚴峻 所以全國必須要團結來抗疫 不要被病毒見縫插針 確定指的病毒是指徐國勇嗎 就是要防疫啊 那對於說那個徐國務部長他昨天講說那個尊重長官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會告一段路 還是說您會繼續針對陳嘉欣署長是不是有涉及不法的部分 繼續去追究 我在第一時間就已經告訴他指示的很清楚啦 是OK喔 好 那我在想說 因為我們希望齁就是在防疫期間 我們確實希望是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盡量把疫情控制在最安全的一個範圍齁 然後能夠接下來多花一點心思 再做一些經濟防疫的部分齁 那經濟防疫部分我們就把它放在我待後面再來提 我首先想請教一下那個院長的齁 就說人民做主齁 是不是我們就是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也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價值 民主國家的主人就是人民 那民主就是主權在民以民主的程序來運作 那委員剛才講的很對 就是大家要團結一致來防疫 那這一次也真的是全民團結一致 包括在貴宴朝野黨團快速通過特別條例特別預算 這都是大家團結一致也是被世界肯定 委員這樣講是對的 是所以您剛剛也提到就是 以台灣這樣民主的狀態 人民做主其實是很重要的嘛 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對不對 所以人民做主委員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我們疫情中心每天記者會 透明的完整的誠實的向人民報告 就算有哪些事情隨著疫情變化 或者想的起先還不夠做到也隨時調整 人民也都支持 所以要誠實透明然後落實嘛 那我想再請教院長 你看台灣之所以被世界肯定 就是我們都很公開 即使的而且很誠實的 是是是 好 謝謝院長 那我想接下來想請教院長一下 您覺得公投的價值是什麼 公投的價值 公投 公民投票就是對於間接民權的另外一種形式 讓人民行使人民主權 這一個方式 所以它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它是一個直接民權的一個展現對不對 就是對於長年發展的這個間接民主後有不足 所以公投也是被世界上民主國家所最接受 是 院長其實對公投的概念其實真的非常的完整 非常成熟 那我想請教院長 你覺得台灣需要有公投嗎 當然 當然一定要嘛對不對 那公投是行事式的公投還是要有一個實質式的公投 就是公投真的能夠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公投我們有相關法律程序規範效果都有一定的規定 OK好 好 那我接下來我想跟院長討論一個事情 就是說您知道 您知道就是我們現在公投 全國性公投有第17案 您知道是什麼公投嗎 您知道是什麼公投嗎 委員長 OK 我們明年有一個全國性的公投第17案 其實是核四商轉的公投 核四商轉的公投已經成案了 那我在這邊就是想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在2018年的時候以核養率公投 大概有589萬的人支持這樣的公投案 那也過了 那過了之後其實我們的電業法第95條也做了一個修訂 那不過這個其實形式上面的一個改變 真正在實質上面來說來說 其實並沒有真的發生改變 那實質的部分就是說 以核養率公投其實它某一個部分 它想要去提的一個地方 就是核能也許是一個可以被考慮的方向 那我在想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在以核養率這個公投結束之後 像現在台灣核一場核二場核三場 那麼只剩下核三場的第二號機組 有可能可以申請研議對不對 那我們申請研議的時間的deadline是什麼時候 院長知道嗎 這我請部長給你報告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家都在關心核能的問題 其實從政府跟經濟部的角度 核能不是不用是沒辦法用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比如說核一現在已經在廚藝中 那核二大家關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已經使用過的燃料棒移不出來 那移不出來最重要就是干涉儲存槽 地方政府不敢同意 因為同意以後高階的浮費料就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我都理解 所以在關心核三的部分 核三的鄉親很清楚 他反對 反對 核三場演義 反對就是 你說民眾反對核三場演義是不是 在地的鄉親 OK好 那這就是一個 整個一個相關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能源政策到底要怎麼走 那為什麼就是2018年會有一個以核養綠公投 然後明年會有一個核四商轉的公投 那本席在這邊想要講一個狀態 其實坦白說我在這邊並不是要表達我們支持核能 或者不支持核能 也不是要院長表態要部長表態其實都不是 我要講的一個狀態其實是 如果公投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院長也覺得公投其實是民主 直接民主的一個展現的時候 那我們對於公投這件事情 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它 所以如果現在明年就是第十七案全國性公投已經成案了 那我們是要讓它變成一個虛的公投 就是公投出來之後沒有辦法產生任何的改變 還是說它有可能可以真的對於我們的能源政策產生改變 委員你剛才很明白的講 你不是在討論永和或者緩和 你是就公投的效果 那有貴院所通過的公民投票法 對於公投完後產生的效力跟規範 法有名文 政府都照這樣做 理解理解 沒有辦法違法 所以我現在要提的一個點是 院長下次可以做一件 我覺得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怎麼樣偉大的事情 就是因為在明年的這個 第十七案公投的時候呢 如果說它會過 我不曉得 它不會過也很有可能 所以它到底會怎麼樣這些我們不理解 可是如果現在 核四它就已經完全沒有機會的時候 那明年的這個公投 它也變成一個無意義的公投 那我們要花這麼多的錢 去辦一個全國性的公投 單獨辦一次公投可能要五點多億 那我們如果說花這麼多的錢去辦一個這樣子的公投 本席覺得是很可惜的 所以對於明年所可能產生的第十七號公投的時候 本席希望院長這邊是不是可以承諾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在核四它的燃料不會運送到國外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台電 就經濟部下面的台電 它可以依法提出核四廠建廠執照的延期申請 這個委員 你剛才提的核三廠就在我的故鄉 當年我就是屏東縣長 現在你提的核四廠 就是在新北市 我就當過台北縣長 還當兩屆 那你這個可以先問問現任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 侯市長 問問他 你剛才包括執照 包括藍料棒 你可以先問問侯市長 他是什麼態度 他怎麼看法 其實他非常直接 他就是現任的市長 你可以先問問看 我現在其實只是想要提一個點 就是說坦白說 我們覺得這個公投它會過 我們真不曉得 可是我們希望這個公投是有意義的 所以如果它沒有過 那就整個的政策就非常好 台灣的能源政策更清楚 而且是全國的國民達成一致的共識 那如果說它過了 但我們要怎麼樣去對於這樣的公投 產生的影響能夠真正的有價值 而不是只是一個空的形式上的公投 而是能夠產生實質的影響 所以本席在強調點在這裡 那當然新北市長 他當然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因為今天我們在立法院 所以我們希望院長 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承諾 承諾的主要的價值 是他能夠確保我們公投 能夠真的是一個實質性的一個公投 而不是一個虛的公投 委員我是行政院長 依據憲法規定 到貴院來這裡答詢 我做行政院長 也這是最高行政機關的首長 我要依法行政 這個依法行政包括公投法 那公投法規定是什麼樣的 我剛剛請院長承諾的一個點 其實說是不是能夠讓現在核市場裡頭的燃料棒 先不要運送到國外去 這是一個點 至少在明年公投前 這個委員 我們整個政府 對於非核家園 始終是努力的 這個努力往這樣子走 腳步從沒有雜亂搓塌 那地方的情形 因為我當過兩屆的縣長 非常清楚 所以核市場 還是在國民黨執政馬英九總統時候 封存的 封存後 對燃料棒的處理 有一定的處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台灣能源政策當中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奇異 那公投就是一個凝聚國人共識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這邊先簡單講說 院長這邊可不可以承諾 就是讓核市裡面的燃料棒不要先運送到國外 在明年公投之前 可以還是不可以 因為我還有其他問題要跟院長跟 那核市的封存是早在馬政府的時代 那侯市長 院長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理解這個過程 因為整個核市的過程走了好幾十年 在陳水片時代也轉過彎 那我現在只在想說現在在您任內的時候 可不可以去承諾 就是燃料棒在明年公投前先不要運出國外 我們整個政府執政不會腳步錯他 我們要往灰河家園走 封存後的核市場 燃料棒改革怎麼處理 已經處理一段了 不是我突然想到 突然喊停 不是這樣子做 那這樣我理解了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公投 其實我們本來認為民主 人民做主其實是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那公投其實是一個民主很重要的展現 可是現在感覺上面來說顯然沒有 那我想說 就是院長我接下來 這個問題我先不在這邊糾結 因為我還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就是經濟防疫的問題 我們這次防疫其實很成功 就是因為很多超前部署 那現在整個經濟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就是地方哀嚎一片 包括整個製造業的工廠 整個國際的產業鏈都開始斷鏈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子在經濟防疫這邊 能夠超前部署 是我接下來要跟院長跟部長請教的部分 那首先這邊我想先問一個比較小的 跟庶民百姓比較直接的是 院長之前有提到說計程車的部分 就是你要補助三萬塊 那目前是怎麼樣子執行 大概會什麼時候開始執行 委員謝謝你關心 蔡總統非常關心對於受困的相關產業 也有相關民眾反應給蔡總統 蔡總統也特別交代 對於受困的計程車司機 應該怎麼樣幫助他走出困境 所以一個月一萬塊三個月 有這樣子的整個政策 現在正在全面不只是計程車司機 還有其他行業同樣也受困 我們就今天講要雨露金山 同時要立竿見影 所以相關這些整個正在大盤點 因為疫情還在變化中 整個大盤點後 全部確定了後 也會再一次的向社會大眾報告 好院長那除了這個部分 因為我想知道它具體的時間 因為這個東西跟審部長之前有提到 行動支付有折扣券的問題 還有振興券的問題對不對 我想知道折扣券跟振興券 他是不是也在院長講的 整個大盤點之後才要一起推出 還是我們已經有很具體的一個時程 可以讓老百姓很知道什麼時候 振興券會下來 然後折扣券是可以發放出來的 或者是用行動支付就可以享受到 折扣的一個優惠 好請部長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概兩個方向 現在呢在疫情和緩以後 我們會來推動振興抵用券 那在大家期待在疫情中 是不是也能夠來推一個 刺激消費的折扣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刺激消費的折扣部分 我們會提早來執行